我先谈一下调停人的问题 首先其实包括俄罗斯也好 坦率讲欧美都不会接受中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们仍然认为这是西方的事情 中国还没有资格 二是这会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俄罗斯选择去土耳其和乌克兰谈判 因为土耳其是欧洲国家 是北约国家 也算是西方认可的一部分 西方之所以提出中国发挥作用 只不过是看中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希望中国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 地缘政治利益去帮助欧美 而不是从中获利 第二就算欧美愿意中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现在也不是时候 因为冲突双方都没有罢手的意愿 乌克兰认为有西方的大力支持 台湾可以打下去 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 还没有收获 自然它也不会罢休 现在的谈判只是另外一个战争而已 只有双方打够了 调停才有可能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 调停是一个高风险的 1905年的日俄战争 美国调停的 结果一停战 日本 俄罗斯和美国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 日俄接连签订了四个密约 联手对抗美国在远东的存在 毫无感人之心 所以美国的调停结果是收获了两个敌人 所以中国也未必愿意担任调停者